在他们的眼前,呈现出来的一记灵气模型的正中央,则是有着一处庞大祭坛建筑,整个祭坛的建筑风格显得无比庄重尊严。若是这样,也便算了。能放大一些吗?旁边,紫若烟陡然开口,凝视着祭坛的正中央。望采点头?可以。花音落下,他轻轻挥手,面前凝聚而成的灵气图像,立刻被放大,仔细呈现在众人的跟前。 仔细凝望之后,众人的表情都是阴沉了不少。走,这里定然有大恶之徒,不去惩戒了,简直是枉费了萧哥哥传扬善意苦功。见此情形,再也忍不住地落。 忍不住喊叫出声,便是急冲冲地朝着前方冲了过去。此刻,距离前方已经足够接近,他的速度很快,一头扎入了那浓郁死气当中。 见此情形,紫若燕面色微变,忍不住喊道。蠢货,都还没有将事情查探清楚,就贸然闯入进去,不是平白设险。 咱们赶紧过去,别让他出什么事情了。喊过之后的紫若燕身形速度轰然爆发,朝着正前方冲刺过去,速度奇快无比。 浑身上下,更是绽放出金光来。 随着他动身的时候,旁边的龙丘白青还有苏梦里,也是跟着动身。 其实他们的情绪还是稍微比较放松,毕竟在他们的身后,萧天就在那个位置,已然不动。 有他在后方坐镇,任何安全问题都不存在什么风险。 主人,此地情形有些古怪。 这边,旺财的声音,再度响彻在了萧天的耳中。 如果我猜测得不错,这个跟藏林过去发生的事情,脱离不了关系。 难道这个事情,你自己都不知道吗? 萧天奇怪地看向旁边旺财,好奇不已。 眼下,他是知道对方真正的身份。 这个世界的化身,天地规则的化身。 身为化身怎么会连具体原因,都不甚清楚。 主人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。 我虽然是世界化身,天地规则的显现。 但不代表我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。 如果我自身猜测得不错,我化身出现的存在,就是为了指引主人,服务主人的存在。 身为后来生成的化身,我对很多事情并不清楚。 系统旺财接连开口,朝着萧天说明缘由。 听得萧天也是目瞪口呆。 他还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。 真是令人意外。 那么,昔日银饭女子的事情,你也不清楚吗? 这里,萧天忽然回想起来,朝着系统旺财提问。 系统旺财轻轻摇头,脸上浮现出一丝歉意。 看向面前的萧天,抱歉主人,关乎于这方面的问题,我也不了解。 不过,他肯定是跟这个世界有一定关系。 具体是什么情况? 恐怕还需要主人自己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进行探索吧。 旺财说完之后,朝着萧天躬身表达着自己的歉意。 十分抱歉,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主人。 萧天随意地摆了摆手,无妨。 这种事情,总是能够找到答案的。 走,去瞧瞧这个地方,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。 萧天这边开口之后,便是带着系统旺财,纵身朝着前方冲了过去。 正前方,这古老的遗迹上面,除了遍布着过去久远岁月的痕迹,就是那浓郁之极的死气。 黑色的死气夹杂着红色的气息,笼罩在这个遗迹的正前方,散发着诡异的气息。 朦朦胧胧之间,就好像是黑色的雾气,遮掩着众人的视线,无法看得真切。 萧天这边,就跟先前的洛,爱一样,一头扎入了正前方的死去黑雾当中。 置身于这个死气当中的时候,萧天的眼中闪烁出一抹古怪的感觉。 他仔细感受了一下死气当中,弥漫着的血色气息。 生命力?怎么回事? 萧天置身于死气当中的时候,身形陡然是停滞了下来,观察周围。 他伸出手来,进到涌动之下,便是朝着这死气震荡了过去。 然而,当他动手之后,却于事无补,黑色死气十分的顽固。 就算萧天十分的细致,想要将黑色死气还有那血色的生命力包离开,都没办法做到。 一旦进到震荡了过去,便可以看到那死气还有血色的生命气息,同时崩溃散开。 好似一体,不分彼此。 但明明就是死亡还有生命彼此间,截然不同的力量。 为何会纠缠在一起,不会分开。 仔细思量了片刻后,萧天的脑海当中并没有答案,只能够就此作罢。 速度再次爆发,穿过了这个黑红色的死气团雾,到了那一记的正上方所在区域。 等抵达之后,便是能够在前方看到几女悬浮于此。 他们同样是打量着四周,最前头的洛,爱政气鼓鼓地瞧着左右,手中还提着巨脸。 而在他的正前方,子若燕正黑着个脸,数落着什么。 等到萧天靠近之后,就清楚地听到子若燕的咆哮声。 你是白痴吗?脑子到底怎么想着的? 好歹也是一介女帝,怎么跟个蟒夫一样往前冲。 冲进来也就算了,没有见到敌人不是好事情吗? 还提着巨脸到处乱砍,如果触动了什么阵法,什么机关,你该怎么办? 不要老是想着,萧郎君在后面,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 如果出现什么突发情况,他根本就来不及救援,又该如何是好? 如果你真的出什么事情了,让萧郎君如何自处? 难道让他一辈子处于后悔当中吗? 这边的子若燕是愤怒不已,将面前的洛,爱喷的是狗血淋头。 而这边的洛,爱也是鼓着腮帮子,不吭声,默默承受着子若燕的呵斥。 尽管心中有些许的不服气,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听着对方的吼叫。 毕竟,他也承认对方说的算有道理。 这边洛,爱也是感知到了动静。 扭头便瞧见萧天,已经带着旺财过来。 萧哥哥,他凶我! 这边,洛! 爱的脸上露出委屈的表情,立刻冲到了萧天的身边,一把搂住对方,可怜巴巴的模样。 对面的子若燕愣了一下,瞧着洛。 爱趁机发作的眉头,额头上的青筋跳起,拳头硬了。 子若燕暴怒的原因,十分简单。 眼下,都是什么时候了? 这洛,爱还在这搞东搞西。 看样子这段时间,你当真是皮痒了。 子若燕的脸色阴沉了不少,攥紧了拳头。 洛,爱依旧是躲在萧天身后,搂着他朝着对方吐了吐了舌头。 不服气,咱们打一场啊。 子若燕眯了眯双眼,这是阳谋。 很显然,面前这个手痒痒,很想要动手的洛,已经迫不及待了。 就算是跟自己打,也无所谓。 既然你逃打,那就成全你。 子若燕黑着脸,身上立刻是散发着寒意,朝着洛,爱方向冲了过去。 一掌劈挂而去,擦着萧天的脸颊掠过,对着洛,爱便是斩了过去。 大! 洛,爱不甘示弱,略微转过身来,大长腿猛地抬起,格挡着一击后翻转身子,狠狠踢他而去。 长腿相碰,蹦践出无与伦比的威能,震荡的动静向四周扩散。 近在咫尺的萧天自然是遭受着极大的冲击力,不过在触碰到他身躯的时候,便消失不见,仿佛从未出现过。 此刻萧天便是筑立在原地,仿佛是一根柱子,子若燕根落,爱两人彼此交手,就这么围绕着他。 只是打着打着,位置开始偏离萧天所在方向,开始朝着不远处的祭坛方向,靠近过去。 并且两人交手的动静,不断扩散出去,朝着周围荡漾着。 看上去,还真是好玩啊。 边上的苏梦里,忽然是眼嘴倾笑起来,忽然纵身而去。 姐姐莫慌,妹妹来助你一臂之力。 说着,苏梦里也是纵身朝着前方冲了过去,速度奇快无比。 浑身上下碧绿气息浮现而出,巨木丛生,凭空化作木之巨柱,朝着落,爱的方向轰击过去。 鼠之不尽的木铃浮现出来,惹得落,爱面色微变,巨连出现在手中,挥舞之间将那飞快浮现生长的巨木切断。 稍微稳固了身形之后,落,爱怒气冲冲,两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,小白过来帮忙。 落,爱一边说着,一边便是来到龙丘白青的身边,一把拽住对方后颈,朝着前方紫若烟丢了出去。 原本还在默默看戏的龙丘白青,突然被落,爱这么丢向前方,眨了眨双眼,有些许的恍惚。 不过,当他迎面即将撞在紫若烟身上的时候,见到对方已经取出金剑,面色冷若寒霜,挥击而来,龙丘白青吐了口气。 噼啪! 刹那间,浑身上下被凌冽的雷霆笼罩,闪耀着紫色的光芒,映照在他的脸上。 凶悍至极的雷霆瞬间咆哮而出,在他柔嫩的手中化作雷鸣长枪,尖笑着朝着前方甩了出去。 破空的雷霆,迸发着极为恐怖的契机,当跟紫若烟的攻击碰撞在一起的时候,迸见出极为骇人的动静。 轰!轰!轰! 接连不断响彻起来的轰鸣声,在天空当中浮现出来。 边上的萧天,就这么默默地抱着双臂,看着远处四位女帝站在了一起,彼此厮杀着。 震天动地般的威能,不断地响彻在这片遗迹的上空。 主人,有动静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萧天身边的旺财声音浮现在他脑海当中。 萧天轻轻点头,嘴角微微翘起,很显然,对方上当了。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,远处一记祭坛周边上的墙体,忽然是渗透出一个个黑色的身影。 这些身影浑身弥漫着死气,也有着血色的气机涌动。 哗啦啦! 伴随着这些身影浮现出来的时候, 它们身后有着黑色锁链连接着。 漂浮出来,向上空追去,身后锁链不断晃悠着,发出响声来。 啊! 刺耳的尖叫声,从这些黑影撕裂的口中浮现,响彻天际。 同时一记周围,死气滚滚而来,化作了浪潮,呼啸扩散。 开始将移近内部的范围也包裹到里面。 而且,黑色死气当中,代表着生命的血色光芒,忽影忽现,闪烁不定。 好似在呼吸一样。 嗡! 阵法浮现,祭坛周围闪烁着光芒来。 那弥漫扩散出来的黑色死气,立刻是化作一尊尊铠甲一样,附着在这些黑影身上。 眨眼之间,就成了一群披甲的黑色雾气军队,朝着上方正在战斗的四名女帝冲去。 就在这么一瞬间,原本还彼此打得不可开交的四位女帝,气息忽然变化,彼此纠缠在一起。 好! 四种不同色泽的龙影浮现,世界压制之力,瞬间浮现出来。 开! 紫若烟率先出手,一剑斩出,金光中的淡蓝色泽绽放光芒。 冰封万里,那凛冽的寒气将空间都为之冻结,那扩散而来的死气,也僵硬在了半空当中。 呵呵苏梦里的轻笑声也响彻起来,身后虎尾展开,青绿色的气息朝着,周围掠过。 下方遗迹当中的裂缝当中,不断绽放出碧绿光芒,生长出藤曼,飞速而去。 原本冲过来的黑色死气铠甲大军,都是被藤曼缠住,硬生生给拽了回去。 龙丘白青双手凝聚身前,轻轻朝着两边开始拉扯,一感蕴含恐怖劲道的雷霆长枪开始成形。 他一言不发,雷霆长枪在手中转了一圈后,他娇小玲珑的身形猛然一弯,好似一张大弓。 刷! 身躯一旦,长枪破空而去,雷霆炸裂,响彻天际。 冻结的死气瞬间被炸开,浮现出四周虚空情形。 而这个时候,身上被铠甲覆盖的骆,爱已经提着巨帘,浑身点燃圣魔燕,朝着前方发起冲锋。 咔! 面甲落下,露出双眼的缝隙中,闪烁着新红色的光芒。 抓到你了! 哈哈! 放声狂笑的骆。 豪迈地发起冲锋,手中的巨帘飞快旋转着,仿佛是飞舞的火环。 而她冲向的前方,正是被劈开的死气区域。 那里,一个肌肤苍白的女子,彻底暴露出来,面色惊骇地看着冲来的落。 爱! 她眼神中迷茫,显然不知道,为何原本在厮杀的四人。 忽然之间配合这般的默契,将自己诸多手段封死。 最后,那看上去最莽撞的人,已经冲向了自己。 避无可避,只能正面搏杀。 该死! 女子暗骂一声,目光一瞥,盯上了边上的萧天。 红元新感知到生灵靠近,本想着借助这个机会再度汲取不少生灵之力,弥补自身。 如此一来,她也能够解开限制,不再被这个地方束缚,重见天日。 只是感知到来人实力不俗,她没急着动手,暗中观察,寻找机会。 而耐心等待,果然找到机会。 这几名气息,不俗女子,居然是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,大打出手。 瞧着那男子白进俊逸的脸,她也能够理解。 按照红元新临时想到的计划,便是趁着他们打得火热瞬间,忽然出手偷袭, 将他们彻底拿下,以他们展现出来的实力,迸发出来的生命气息。 红元新笃定,自己一旦将他们生命力汲取,摆脱束缚,是必然的事情。 想到这里,她心头更是火热。 谁曾想到,她在算计别人,对方同样在算计着她。 自己才刚刚出手,启动阵法,以死灵大军呼啸过去,就遭受到了对方反制。 从头到尾,对方既然都在演戏,根本没真的打。 这不是瞬间联手,反过来进攻自己。 红元新当场心中,就是怒骂不已。 最毒负人心,这帮女人果然是狡诈毒辣。 居然采取这样的手段,隐忧自己中招。 她内心当中,也有些懊恼。 自己还是太不注意,如若不然,哪里会中解。 想到这个地方的红元新,第一反应便是及时止损。 阵法被破除,自己呼唤而出来的死灵大军,已经消失不见。 她如今便是要找到另外的突破口,故而当她的目光朝着不远处移转过去,放在萧天身上时,眼中都绽放出锐利光芒。 突破口,很显然就是在这个男人身上。 根据她过去丰富的经验,还有敏锐的判断力。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,她能够断定这个男人肯定不够强。 她身上气息不显,没多么惊人的地方。 另一方面,在她身边同样还有女子助手,瞧着那模样,也是将这个美男子放在心上的家伙。 哼,想到这里,红元新忍不住冷哼一声。 这男人魅惑方面,还是有一手,居然将这般精彩艳艳的女子都吸引在身边,围绕着她转。 不过,也说明她的实力,肯定不强。 通过这些蛛丝马迹,红元新就已经知道萧天是什么人。 吃软饭。 显然,面前这个男人就是仗着自己的美色,诱惑这些实力不俗的女子罢了。 瞧瞧刚才她被簇拥的模样,明显是一副出油姿态。 拿下她以后,自然就拿下了这帮女人的软肋。 红元新说干就干,想到这里身形速度已经爆发,朝着萧天的方向冲杀了过去。 根本就不理会杀来的洛。 连半分要跟她厮杀的心思都没有。 啊? 洛! 爱这边,刚刚冲过来,就瞧见那红元新居然逃离,朝着萧天方向冲去。 她顿时火气上来,咆哮出声。 回来! 洛! 爱早就手痒难耐, 想着好好战一场,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。 这些时日,早就已经憋得不行。 好不容易有机会,结果对方跟缩头乌龟一样,掉头就跑。 什么意思啊? 而且,最让她感到愤怒的一点,便是对方好死不死,居然是朝着萧哥哥方向过去。 开什么玩笑,如果真的让她跟萧哥哥交手了,不是被瞬间抹杀。 还能有自己什么事? 咆哮的落,爱不断迸发速度,朝着对方离开的方向追击。 而在前方的洪元星,看到深厚动静,更加断定自己的猜测。 显然,自己的选择让萧天陷入险境。 这名莽撞冲杀而来的女子,着急了。 急了才好。 洪元星满心欢喜,只觉得情形太妙,正不断朝着自己计划的方向靠近。 不过动手之时,还有一点她很在意,便是那待在萧天身边的粉发女子。 其气息虚无缥缈,感知的并不是非常真切。 想要彻底拿下,只怕没那么简单。 不过,洪元星脸上露出笑容,既然决定动手,她自然是有办法。 一念至此,即将靠近的她身上,忽然弥漫出黑色死气,扑面而来。 浓郁死气弥漫四周,释放而出之后的动静,更是遮掩了周围波动。 滚滚而来的黑雾,遮掩了旺材的视线。 但她原地不动,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黑雾的存在。 对主人动手,这跟找死,又有什么分别呢? 而洪元星,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和举动,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。 反而是乐不可知,冲入死气当中。 得手了! 洪元星满心欢喜,只觉得自己机智无双,敏锐地找到了机会。 眼下萧天在手,她算是拿到了那帮女人的软肋,不怕她们不服软。 而想到这个地方的洪元星,已经来到了萧天的面前,静在咫尺。 她陡然伸出手来,死亡印记凝聚指尖,朝着面前男人的眉心点去。 自信满满,只要将她拿下,转机便会。 噗! 当她的手指贴在了萧天眉心后,死亡印记骤然炸开。 洪元星的表情一将,下一刻立刻灌注, 更加浓厚的庞大死气,朝着萧天的眉心再度点去。 碰! 清脆的声音浮现出来,原本厚重的死印再度破开。 你在干什么? 萧天眨了眨眼,奇怪地望着面前的洪元星,别动手动脚。 若是让人误会了,可太不好了。 说着,萧天便是伸出手来,一把朝着洪元星的脖梗,抓了过去。 洪元星第一反应,是要反抗,浑身死气涌动,化作黑色铠甲。 可铠甲都还没成形,她眼中伸过来的手,已经必无可避。 咔嚓! 铠甲破碎,自己脖梗更是被死死掐住,拽了起来。 还不等她反应过来,便是感觉到掐住自己的萧天力道迸发,朝着她冲来的方向甩了回去。 萧天动手的同时,手臂力道迸发,周围原本笼罩的死气,也是震荡而开。 哈!被丢回来的洪元星,面露恐慌。 刚才是怎么回事? 她该不会是错觉吧? 那个男人,怎么会这么恐怖? 仅仅是手伸过来,就让她生腾起,无法反抗的心思。 而这时,她忽然听到不远处的萧天朝着自己开口了。 陪她打着玩吧,别来招惹我。 萧天不耐烦地冲着红元星摆了摆手,向边上过来的洛,爱示意。 宠妻就从雾色被暴走的对手开始。 跟着过来的洛,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跑啊,你继续跑啊。 先前,她找过来的时候,本身还想着大战一场。 结果这个红元星,搬起石头,砸了自己的脚。 非但不跟自己正面搏杀,反而去找到了萧哥哥。 自取其辱,既然都跑不掉了。 那还是老老实实,跟我好好打一场吧。 洛,爱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,朝着面前的红元星挥动着手中巨连。 红元星脸上表情殷勤不定,自己曾经在过去那个时代,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 怎么如今沦落到这样的田地? 不过是后来的小辈,仗着如今实力不俗, 欺负他这个沦落,如此尽地的可怜人罢了。 心情哀怨的红元星想到这里,朝着旁边助力的萧天瞥了一眼。 瞳孔当中,闪烁出一抹怨恨的神色。 既然他要自己跟着落,爱恋手,这么的狂妄自大, 那么就不要怪自己心狠手辣。 此等男人,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之恐怖,的确出乎他的预料。 也正因为如此,仗着自身实力强横,这男子恐怕对这些女子是宠爱有加。 若是自己将这女子拿下,作为筹码来要挟这个可怕的男子, 是不是就再度能够逃出生天,逆得生机? 想到这里,红元星也是摩拳擦掌,不免为自己的机制而感到得意。 既如此,那便好好地战一场。 红元星低贺一声,目光当中更是绽放出了战意。 内心当中,已经思索出来了诸多计划,想着要将对方拿下。 尤其是瞧见那另外三女,已经是悬浮在不远处, 作弊上关,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。 心中更是轻松,他以一敌似,恐怕是机会渺茫, 但一对一,自己底牌进出,拿下面前这个女子,恐怕没什么难的地方。 动手! 心念一动,红元星不假思索, 浑身死气,瞬间绽放,在身躯表面仿佛是化作了一层薄薄的黑雾。 笼罩全身上下之后,他陡然朝着落,爱的方向冲杀了过去。 速度奇快,讲究的,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 偷袭! 这也是红元星眼下,没办法的事情,为了稳妥,快速地拿下落。 哎,在那恐怖男子,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,就得这么办。 忽然动手的红元星,也没流利。 死气弥漫之时,手中也有骨剑浮现,落在了红元星的手中。 刷! 骨剑在红元星的手中挥动之下,便是带着黑色的死气帷幕,朝着落,爱的方向掠了过去。 若是仔细看,能发现,黑色死气中,有血色光芒闪烁。 啊,啊呀! 凄惨的悲乎惨叫声,突兀般地乍响出来,在红元星的黑色剑雾中浮现。 黑雾内,随着叫声响起,又有了突发状况出现。 一个个鬼魅的黑影,从当中铺天盖地而来,遮掩在了落,爱的跟前。 混乱无比的黑色身影,让落,爱的视线遮挡。 不仅如此,还有这诸多混乱情绪,不断涌入她的脑海当中,让其尤为烦躁不堪。 嗡! 骨剑之上,白骨颤动,发出剑鸣之声。 红元星剑倒落,爱被自己已经迷乱了心智,混淆了视线,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 剑风上,绽放出血色光芒,浓郁的生命力,由死亡中绽放。 其中蕴藏的威能,更是害人之极。 血色见风,直指前方,对着落,爱斩击过去。 不帮忙。 远处,助力的苏梦里,看了炎子若燕。 肖相公,为何也不动手。 别太小瞧这个家伙了。 这边,子若燕的声音,缓缓响起。 看着落,爱的背影,他可是厉害得很。 哄! 爆裂一般的轰鸣声,忽然从落。 爱的身上,浮现处理。 燃烧的紫色圣魔燕,在他身躯表面爆开。 有着吞噬灵气,焚烧一切的圣魔燕,瞬间点燃了那黑色的死气。 熊熊燃烧的圣魔燕,顷刻间,便是将那死去烧着的一干二净。 所谓的黑影,尖叫声,在落,爱的面前都是云烟。 即刻便是要消散一空,不见踪迹。 而当那黑影消失,死气不见,前方的种种也是浮现在了他的面前。 见到那斩向自己的血色长剑,还有当中,蕴藏的剑气,落,爱的脸上露出痴笑的表情。 就这。 随着落,爱嘴角翘起,不屑开口的时候,手中的黑色巨帘已经是挥斩而出。 巨帘之上,紫色的圣魔燕同样是在剧烈燃烧着。 半空当中,仿佛是划过了一道紫色的烈焰火线,瞬间将红元星手中的骨剑劈开,断成了两截。 原本蕴藏,无穷生命力地学得剑气,也是被泽色的圣魔燕彻底吞噬。 烧灼成了虚无,消失不见,仿佛从没有出现过一样。 大! 清脆的声音响起,原本即将斩落红元星人头的巨帘,忽然被落,爱自己的长腿踢中。 巨帘因此再落,爱的手中翻了个圈,硬生生给收了回来。 收回巨帘的落,爱一个转身,长腿高抬,猛地踢他而下。 动! 黑色长靴的后脚跟,狠狠地撞在了红元星的脑门顶上。 沉闷的声响浮现出来以后,红元星身子一颤,便是朝着下方坠落了过去。 落! 爱紧追不放,得势不饶人,一双被皮革包裹,泛着油光的大长腿,交错不断踢出。 力道的精准控制,让那个红元星就好像是一个空中飞舞的沙包一样,接连不断地踢得飞来飞去。 滚过去! 落! 爱这边,忽然是一声力喝,一腿凌空抽射,将那红元星瞬间踹地飞了出去。 而飞出去的目标,正是不远处那正中央的黑色祭坛。 偌大的黑色祭坛,泛着神秘的光芒,透露着莫名的气息。 落! 爱这一脚,也是要试探一下。 那个地方的玩意,到底有什么用? 碰! 落! 碍事大力臣的这一腿,正中红元星,对方就好似沙包一样,被轰得倒飞了出去。 而飞舞在半空当中的红元星,已经是瞪大着双眼,眼眶当中,隐隐约约能看见闪烁着泪花。 他很委屈,自己正面对抗,居然连这个战斗风格,明显憨实莽撞的女子,都赢不了。 明明按照他的想象当中,自己能够利用灵活多变的战斗方式,用丰富的技巧,将这等莽撞女子,戏弄于鼓掌之间。 结果,他反而被戏弄于长腿之间,打不过也就算了,还跑不掉。 红元星傻吗? 当然不傻,打不过落。 爱哪里没想过,寻找机会撤退? 最起码稍微拉开一点距离,寻找机会之后再跟面前女子硬碰硬。 如此简单的道理,还有应对的方法,他还是能想得到。 甚至,红元星找到了无数次的机会,能够逃脱落。 爱的限制,拉开距离之后再谋求新的战果。 每当这个时候,红元星就感受到一股奇特的暗径,从极为诡异的方向传递过来。 这股来自于诡异方向的暗中劲道,没什么特殊的伤害能力,也不算很强。 却是能够将他撤退拉开的方向摆动阻止,然后自己就跟个提线木偶一样,按照这个劲道主人想要的方向飞去。 好死不死,他飞过去的方向正是落。 哎,配合着落,爱原本动手的劲道,这种暗中的干预是神不知鬼不觉。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落,爱真的在劲道控制方面无敌,打得他飞来飞去,总是脱离不了对方的掌心。 耻辱,屈辱,羞辱,各种悲愤的心情不断地从红元星的心中浮现,看向落,爱的时候,眼神当中充满了妒忌的目光。 凭什么这样莽撞大大咧咧的女子,能够有如此强横的男人宠爱,并且联系对方的手段还这么的隐秘,神不知鬼不觉,最大限度地关照了落,爱的自尊。 如此情形涌上来的时候,红元星无比嫉妒,只可惜,她这样的情绪已经没人去关注了。 眼神当中饱含着妒忌神色的红元星,已经如同炮弹一样,狠狠地撞在了那黑色的庞大祭坛之上。 碰撞的瞬间,沾染在红元星身上的圣魔燕,便是以她的身躯为媒介,攀爬到了祭坛的上方。 碰!红元星撞向祭坛方向的时候,深黑色的屏障已经浮下出,上面同样弥漫着浓郁的死气。 不仅如此,当那深黑色的屏障浮现出来的瞬间,表面之上更是有血色的纹路出现,如同珠网密布。 但远远看去,给感觉又更像是血管。 洞!洞!洞! 笼罩祭坛上的黑色屏障内发出沉闷的动静声响,好似沉闷的鼓声。 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,正要从里面破开出来一样。 后背整个跟黑色屏障碰撞的红元星感受到身后的动静,表情微微有所变化。 好似在忌惮着什么,她的表情浮现出了惊恐之色。 但上面的洞,爱则是要更加兴奋起来,看样子祭坛当中的确是有什么东西存在,让这个女子无比的担心。 她担心,爱就更想要看看,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 哄! 伴随着轰鸣声,再度浮现出来,落! 爱的双手之上,已经是凝聚出了紫色的圣魔燕,点燃起来。 熊熊燃烧! 去! 伴随着落,爱的喊声,手中的圣魔燕便仿佛是凌空落下的紫色火焰流星。 咻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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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伴随着破空声, 爱挥手之间,紫色的圣魔燕绽放着灿烂的光芒,朝着正下方屏障杂趣。 红元星面色俱变,急忙是闪避开来,脱离了祭坛屏障的所在。 而她生腾起来的时候,回头看到那黑色屏障之上,沾染了与众不同的死气,表情更加难看起来。 这是她的死气,刚才自己动手厮杀的时候,一直保持着死气澎湃的姿态。 加上圣魔燕沾染自身,烧着她的死气,红元星一直迫不得已,死气在体内全力运转。 结果,刚才撞击在屏障上,圣魔燕离开后, 她死气毫无阻碍地喷吐而出,居然遗留在那大阵屏障之上。 糟了,眼前浮现出来的一幕,让红元星心中无比担忧。 她扭头朝着萧天方向看了一眼。 如今,她唯一能够祈祷的就是这个男人,强得最好过分一点。 不然,眼下情况,没那么轻松解决啊。 就在红元星内心思量的时候,落,爱已经是保持着一个兴奋的姿态。 手中的黑色巨帘轰然不断地朝着正下方斩击过去。 巨帘之上,紫色圣魔燕形成弯月一样的魔器攻击。 刷!刷!刷! 恐怖庞大的圣魔燕巨帘之刃,仿佛是紫色的雨落,不断地打在了屏障之上。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,接连不断地爆开。 紫色的火光,映照在落,爱的头盔之上,发泄般的笑声,也是从下面传递过来。 痛快了! 最终,下方屏障上已经是支离破碎,满是破损的痕迹。 落! 爱头盔消失,柔顺的紫色长发披萨儿下。 他单手插腰,瞧着下方不断烧着的圣魔燕,表情兴奋得很。 这下他算是轰得痛快了,往常一直憋着,可是难受得不行。 你,不应该破解这祭坛的屏障。 旁边,侥幸活着的红元星,凝望着落,爱的方向,开口道。 哼,爱轻哼一声,瞥了眼旁边的红元星,有我萧哥哥在旁边,能够出什么问题? 他忙是忙,但不代表是个傻子。 若非是有萧天在旁边兜底。 他能够不管不顾,这么肆意妄为吗? 他也知道自己的本事。 很多时候,红元星被轰飞之后,反而是谈了回来。 若,爱哪里不知道,这肯定是萧天在暗中帮忙。 也正是知道,萧天在紧密关注这边。 爱才能这么放肆。 加上轰击那屏障,萧天都无动于衷,说明屏障,就算是破碎。 自己的萧哥哥,也能够轻松应付,才不会阻止。 更何况,红元星这个表现,让洛,爱更加好奇,这个黑色屏障之后,到底是有什么东西? 为何能让他这么的紧张? 咔嚓! 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,笼罩祭坛之上的黑色屏障,轰然裂开,显露出里面的情形。 呜呜! 悲鸣的哀呼声,接连不断地响彻在了天地之间。 浓郁之极的黑色气息,接连不断地从祭坛的正中央冲天而起。 那凄厉的悲呼声,响彻于这片天地之间,任何人听的之后,都会为之动容。 罗! 爱距离世最近,几乎是在这悲鸣声浮现出来的时候,就已经鼻头发酸,眼眶泛红。 眨眼间,就有着泪花浮现。 这个是,边上,原本只是默默观察的子若烟,都已经为之动容。 他仰着头,泪水正顺着脸颊,滑落下来,望着那冲天而起的黑色气息。 好可怕的怨气! 边上,苏梦里面色凝重,泪水止不住地滑落下来,身后护卫都是搭拉着。 向来没什么表情的龙丘白青,同样仰头,眼眶红彤彤地,有着泪珠一滴滴地躺出。 晶莹剔透,宛若晶体。 龙丘白青更是轻车熟路地拿出另个瓶子,贴在眼角,让泪珠滑落进去。 进入瓶中的泪水,萦绕着紫色的电光。 毕竟龙的泪水,也是宝药。 边上,萧天的表情也是无比沉重。 凝望着那冲天而起的怨气,手都是在微微地发抖。 何等可怕的怨气,这祭坛当中,到底是有着什么东西?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恐怖的怨气出来? 上空当中,浓郁知极的黑色怨气,不断地翻滚着,在那悲呼声烘托的氛围之下。 那黑色怨气当中,仿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。 仔细看去,能够见到上面,居然呈现出了种种画面。 在那画面之上,清清楚楚呈现出了一个奇特的景观。 众人这边定睛凝神,便是朝着那怨气方向看了过去。 这个应该是怨气形成之后,想要向我们描述,讲一些什么吧? 那边,子若烟眯着双眼,凝视着上方的怨气。 众人屏息凝神,静静等待着,想要看看这个怨气形成的画面,到底是想要告诉他们什么东西? 没过多久的时间,怨气形成的画面,已经清清楚楚展现在了他们的跟前。 只是,显现出来的画面让人十分的意外,竟然是一座城池。 偌大的城池,巍峨宏大,观察的视角更是从上空俯瞰了下去,甚为的奇特。 城墙并不高大,但却是以极为昂贵的材料炼制而成,并且铭刻着诸多的阵法纹路,闪耀着光芒。 光芒并不刺眼,反而十分的柔和,照耀着整个城池当中。 沐浴在阳光和阵法光芒之下的城池当中,人影是密密麻麻, 仔细看去那是各族灵力,彼此和谐共处在一起。 热闹的氛围,熙熙攘攘,并且还能够看到奇珍异寿,被驾驭着行走在这庞大宽阔的街道上。 上空更是有着不少巍峨非洲灵气,横空而起翱翔,朝着远处飞顿过去。 繁荣,强大,不同的种族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,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到洋溢着笑容。 这一切,看上去是那么的美好和谐。 然而, 就在这一刻,画面突然变了。 上空当中,浮现出了一只手,遮天蔽玉。 数之不尽的种族百姓,仰头朝着上空看去,便能够看到这巨手如同黄金铸造而成,遮掩了他们上空。 抬头的时候,能够见到那掌中有着清晰可见的掌纹,并且有着浩荡的黄金气息流窜齐上。 原本城中的诸多种族,抬头看向上空的时候,眼中并没有浮现出什么惊慌的神色。 可伴随着这黄金般的巨手,不断地朝着正下方的所在碾压过来,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惊慌之色。 畏惧,开始浮现出来。 数之不尽的人开始逃难,只是根本逃不走。 那掌中流窜的黄金气息,忽然化作了黄金锁链延长,朝着下方冲了过来。 哗啦啦! 这些锁链,仿佛是能够看到下方的存在一样,接连不断地将下方的身影捆覆住。 最后是朝着上空脱去。 等到差不多了之后,那黄金般的巨手,就已经是再度收了回去。 原本繁荣昌盛的城池,已经没有了半点的身影,寂静无声。 那城墙之上的柔光,照耀着无人的街道之上,甚至惨白的光芒。 这视线开始拉远,这时候才能看到远处的天际之上,有着一只只巨手,都是在缓缓,从一个个城池上方起来。 如此一幕,看着子若燕等不少人,眉头都是猛跳。 萧天的双眼,也是微微眯起。 怨气的画面,再度转变。 而且,下一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,是一个黄金铸造般的底座。 底座就好似一个,黄金铸造的大盆,里面铭刻着诸多繁杂的镇法纹路,并且有着密密麻麻的坑洞。 原本,萧天他们还不知道,那个坑洞是怎么回事。 但下一刻,就已经明白了,一个个黄金锁链,从天上垂落下来,捆绑着的身影,纷纷是放入其中。 而且这黄金锁链,捆覆下来的身影,并非是随意地乱放,更是按照年龄,性别,种族等不同的顺序,放置到了其中。 哭喊声,叫骂声,接连不断地响彻起来。 然而,不管他们怎么样地挣扎着,都是无济于事。 但是,偌大的黄金基座之上,不断响彻着诡异的声音,璀璨的金光开始绽放,神圣无比,将视线都已经是遮掩。 刺眼的白光遮掩了一切,当再度消散而开的时候,已经没有了画面。 浓厚的黑色怨气,已经缓缓消散开来。 显露出了后面的庞大祭坛,正是画面之上黄金的基座盘底。 只是,不负原本光鲜亮丽的色彩,只有黑色。 那黑色是鲜血干涸,浑厚之下显现出来的黑色。 除此之外,空无一物。 也正是空空如也的内部,更张显出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呜呜的悲呼声,不断地回荡在前方的黄金基盘之上。 如此惨绝人寰的情形,让子若燕等人的表情,都是阴郁无比。 嘎吱! 萧天双拳紧握,空间破碎,眯着双眼。 至善之人。 最看不得如此场面,更不能够容忍这等事情的发生。 他萧天来到这世间,以至善之名传扬八方。 何等的妖魔鬼怪,居然胆敢做这样可恶的事情。 萧天都无法想象当初那帮人,到底是多么的绝望。 若是不知道还好,但很可惜,我看到了,萧天微微眯着双眼,呢喃出声。 厚重不堪的黑色怨气,虽然已经散开,却并没有消失。 而是萦绕在四周,飘荡在这半空当中,去而不散,并且还按照着极为诡异的韵律,在缓缓跳动着。 忽上忽下,让你根本没办法琢磨。 悲鸣般的呜呼声,也逐渐在潇洒而开。 就好像刚才的画面呈现出来以后,滔天的怨气已经将过去的悲惨遭遇,倾诉了出来。 倾诉之后,满腹的委屈舒缓不少,这才没有再继续悲鸣出声。 没有了悲鸿般的低营,众人忍不住落泪的情况,大幅度得到了缓解。 子若嫣等人的面色阴沉,靠近了前方的黄金基座,眺望着里面的情形。 脑海当中,满是怨气呈现出来的画面,挥之不去。 印象太过深刻,难以忘记。 萧天的表情同样低沉,眠望着已经被染黑的黄金基座,无法理解当初那黄金巨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 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情?单单从那画面来看,只怕是有不少性命惨死。 尤其是前一秒还幸福美满的诸多种族之人,和和美美地过着小日子,转眼之间就被人投到这种地方被陷阱。 尸骨无存! 一想到这个地方,萧天的内心当中就充满了怒火。 像他这么善良的人,真是看不得这种事情。 从这个地方的痕迹来看,过去了很久的岁月,也不知道那当初的元凶是否还存活着。 若是对方还存在于这个世间,萧天定然是要将他错骨扬灰,打得他尸骨无存! 想到这,萧天的目光偏转,来到了旁边红元星的身上。 本身就因为状态特殊,肌肤苍白,遍体冰寒的他。 触及到萧天的目光,感知到他眼中那一抹杀意的时候,更是如坠冰窖,身躯好似被冻结了一样,无法动弹。 那不仅仅是死亡的恐惧,而是自己所谓的存在,都好似要被这个世间抹去。 红元星毫不怀疑,萧天能够在一瞬间将自己彻底地抹除。 刚才,你到底是在畏惧着什么? 忽然,苏梦里的声音从旁边传递过来。 他的声音也是让萧天暗中的杀意消失,取而代之则是一抹疑惑。 的确,苏梦里询问的问题,就是他刚才奇怪的地方。 从刚才红元星的神态来看,还有刚才那死气屏障不断鼓起的情况来看。 这个祭坛屏障当中,恐怕是封存着什么恐怖的东西。 不然,也不至于让那红元星露出那样的表情。 但这屏障破碎之后,除了刚才涌动而出来的滔天怨气以外,好像就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了。 到了现在,都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显著的动静。 小心一些,不要太大意了。 这时候,子若烟的声音也是缓缓开口,同时目光朝着落,爱的方向瞧了过去,稳重一些,尽量靠近萧郎君。 不要离开太远。 像这种情况,越是平静的时候,危险也就是越大。 子若烟开口的时候,言语之间也很稳重,气息观察四周。 只是,不管他如何观测,周围照样是风平浪静,好像没什么太多的状况发生。 然而,子若烟仔细一看,却是发现前面的落。 被自己斥责了之后,好像并没有发怒,也没有跟往常一样,跟自己半嘴争吵。 反而是用一种极为惊恐的目光,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。 子蛮头,你的后面有东西。 惊恐的喊叫出声之后,落,爱的头盔浮现,面甲滑落,便是手持着庞大的巨帘,朝着子若烟的方向冲杀过去。 被呼喝之后的子若烟,并没有惊慌失措。 刷! 金白相间的铠甲浮现出,加持在了他的身上。 几乎是在他铠甲浮现出来的瞬间,便是迸发出金光,萦绕在浑身上下。 哄! 恐怖的波动,瞬间形成,朝着四面八方,扩散出去。 似乎是要将他的身躯四周一切污秽,进阶排斥而开。 不过,子若烟也十分清楚,单单凭借这一点,恐怕是没办法降落。 爱惊呼的东西,推开来。 劲道迸发朝着四面八方扩散,只是一个方面。 呛! 金剑出鞘,帝皇长剑之上萦绕着闪烁着的金色烈焰。 并且剑身之上,绽放出来的金色烈焰剑气,顺着子若烟的手腕挥动间,朝着他的背后,斩击了过去。 嗡! 颤抖的声音,瞬间响彻而起。 剑锋挥斩过去,却分明是斩了个空。 子若烟皱着眉头,回头看去,便是看到一张惨白的脸,近在咫尺。 那脸旁骨肉分离,没有眼珠,空洞的眼眶跟子若烟的双目相对。 没有恐惧,没有尖叫。 子若烟的脸上露出轻蔑之色,装神弄鬼,滚开。 哼! 帝皇意志,瞬间迸发而出,四海八荒,进阶沉浮。 那背后女子般的鬼魅虚影,也是被这金色的帝皇之气震慑,被弹飞了出去。 啊! 尖叫的声音,突兀般响彻起来,被震飞出去的鬼魅身影口中浮现出凄厉之声。 可就是这么一声嘶吼声,就好似捅了马蜂窝。 密密麻麻的黑色身影,纷纷从那怨气当中钻了出来。 铺天盖地。 除了这个跟女鬼一样身影的存在以外,放眼望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身形。 男女老少皆有。 并且,还有着诸多不同的种族身形,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 这,已经冲到了子若烟的身边,环顾四周,表情惊骇。 太多了。 最为重要的一点吧,便是此刻浮现出来的这些身形,跟先前涌动而出的黑色身影,伸展出锁链的模样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先前红元星呼唤出来的身影,都是死气,凝聚而成,并不真切,虚幻飘渺,一碰就碎。 支撑那些身影的强度,来自于红元星的实力。 反观这些从怨气当中浮现出来的身影,一个个都是死气,怨气还有那血色的气息,拼合而成。 跟活生生的生灵,十分地接近,但却又并非如此。 这是介于生死之间的存在,怨气为骨,死气为灵,生命之气为血肉。 主人,如此存在,过于逆天,本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间才对。 逆天? 萧天听到脑海当中,想起系统旺财的身影,表情都变得有些许的古怪来说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所谓的逆天,其实逆的,就是自己老婆来着吧。 嗯,也算是在逆自己身边这个系统。 不过,从系统旺财描绘的内容来看,情况还真的与众不同。 萧天这边仔细观察远处飞舞的身影,若有所思。 她现在并没有急着出手,目前从远处观察的情况来看。 在远处观察的时候,萧天能够看到子若嫣等人并没落入下风,并且厮杀的过程当中。 也并没有出现什么生命危险的状况。 唯一的问题就是跟这些诡异的存在交手时,触碰不到。 是的,无论子若嫣等人如何发动进攻,攻势都会从对方虚幻的身躯当中掠过,触碰不到。 反倒是敌人的攻击,却是能够对他们造成伤害。 好在诸位女帝的实力不凡,还能够应对这些怨气凝聚的诡异存在,并没遭受到什么重创。 不过,远处观察的萧天能清楚见到,这些诡异存在进攻的时候,最大的问题不是攻击的本身,而是攻击的过程当中对于灵魂方面的冲击。 这种来自于灵魂方面的冲击,似乎来自于凝聚这些诡异存在的根本,怨气。 伴随着子若嫣等人跟那些存在不断交手,尽管在身体的状况上,好像没什么问题。 但是,从表情上面来看,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 情绪? 萧天眯着双眼,陡然朝着旁边的红元星看了过去。 这些诡异的存在,与之交手的时候,会导致情绪也发生改变吗? 来自于萧天的询问,让原本有些分身的红元星,那是吓了一跳。 等到他反应过来,见到是萧天询问之后,立马是开口回答起来。 回禀这位大人,的确如此。 这些叫做残念之人,跟他们动手的时候,会不由自主地被怨气影响,从而导致情绪失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心智也是会被发狂。 而他们的存在,又十分的诡异,很难对他们造成伤害,没有办法被他们消灭,只能够被缠住。 久而久之,就会癫狂风魔,最后神智丧尸,变成了行尸走肉。 跟死没有什么分别了。 讲到这个地方的红元星,也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 曾经在这个地方,也有一个跟我共事的存在,只是又一次屏障破损,陷入其中。 结果他只是被数十这等残念之人纠缠,没得救。 眼下,这禁数都给放出来了,只怕。 红元星想,到过去的情形,瞳孔当中就已经充满了恐惧。 他现在内心,都无比的忐忑。 正如同他刚才说的那样,面前的这些残念之人数量,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 遮天蔽日,密密麻麻,数之不尽。 畏惧的他,朝着萧天方向看了眼,见到他依旧是神色如常,心中猜想。 对方到底有没有办法,解决这些所谓的残念之人。 其实,红元星的内心当中,还是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。 残念之人的恐怖,可是没那么容易解决的了。 小郎君! 远处,紫若嫣忽然是开口喊了起来,只怕这样下去,要坚持不住了,心灵会失手。 紫若嫣喊出声来的时候,表情也是凝重不堪。 他还算是冷静,稍微能够镇守心灵。 相较之下,另一个表现很好的,就是苏梦里。 但是洛,爱这个家伙,瞧着那星红的双眼,以及狂暴的战斗姿态,很显然,情绪已经在失控的边缘。 还有一个便是龙丘白青,这个平常都没什么表情的家伙,此刻,居然是表情争鸣。 由此可见,情况已经严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 听见紫若嫣呼唤自己,萧天就知道该出手了。 这一刻,紫若嫣等人眉心当中被萧天点出的印记,忽然是再度绽放出光芒来。 血色的光芒并不是保护着他们的身体,反而是守护着他们的灵魂和心灵,镇守着他们的意志。 之所以会是这样,那是因为接下来萧天要做的事情,对他们的心灵恐怕会造成巨大的冲击。 旁边的红元星,见到这个架时,也是露出了好奇的表情,朝着萧天的方向看了过来。 他很想要知道,接下来萧天要怎么办,才能够将这些遮天蔽日般的残念之人解决掉。 而当他朝着这边看过来的时候,瞳孔忽然收缩。 因为红元星乔来的时候,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情况。 在萧天的身躯四周,竟然是没有任何残念之人靠近过来。 先前待在这边观看着的时候,红元星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 等到了这个时候,他才惊恶地发现,周围居然是一片真空的地带。 明明萧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,什么东西都没有干,却是没任何一个残念之人胆敢靠近这边的区域。 哼,这一刻,恐怖至极的杀意,忽然是在萧天的身躯四周爆发出来。 来自于他的杀机和武道意志,仿佛是凝聚成了实质,呈现在了这片天地。 因为有着萧天的印记,孤儿子若燕等人并没有能够清楚感受到,来自于他的杀意到底有多么恐怖。 至于系统旺财,自然是风轻云淡地住立在萧天的旁边。 红元星则是凄惨无比,眼前的景色已经发生了改变。 天地变化,转眼之间,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来到了一片湿山血海当中。 放眼望去,四周近街是一片星红色泽,根本搞不清楚天上地下到底是什么状况。 刷! 下一刻,似乎是萧天察觉到了红元星的状况,他的情况得到了好转,但身躯依旧是僵硬,呆滞地立在了原地。 等到他抬头朝着萧天看去的时候,已经能够看到对方冰冷的面旁,已经肃杀的目光。 杀! 萧天一字开口,恐怖之急的杀意便是扫荡向了四周。 扑吃! 那扑天盖地的残念之人瞬间是破碎,化作了黑色的怨气烟雾,最终是怦然消散。 天地之间,瞬间恢复了平静,一切如初。 杀意贯四方,一字荡乾坤。 来自于萧天的杀意浩浩荡荡向前,席卷前方。 黑色的怨气飘散而开,一切荡然无存,还了一片清明的朗朗乾坤。 不远处,笼罩在子若燕等人身上的血色屏障,也缓缓消散开,不见了踪迹。 没有了这些残念之人的干扰,本身情绪都开始波动地落,爱还有龙秋白青也是迅速冷静了下来。 相对之下冷静的子若燕还有苏梦里,也是放松了心神。 尝出了口气,别看他们刚才情况还算稳定,但也坚持不了太久。 若是再过一段时间,萧天还不出手的话,恐怕他们也要情绪紊乱。 仔细想想,这残念之人怨气影响太过恐怖,也能看得出来, 他们生前到底是遭受到了何等残忍的对待,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真是可怜啊,明明生前遭受到了那样的事情。 边上的苏梦里,额头渗着汗水,头顶的胡尔轻轻抖动着,心有余悸之余,感慨出声。 边上的子若燕瞥了眼对方,同样眺望着前方恢复平静的空间。 相较之下,他们起码也解脱了,不至于继续被这怨气束缚。 是啊,的确是解脱了。 苏梦里点头,认同子若燕的说法,但同样,他们曾经存在于这个世间的痕迹,也再也没有了。 他们的故事,只怕就这么泯灭在岁月长河,翻不起一丝花浪。 讲到这个地方的苏梦里,语气有些许的沉重。 子若燕感受到对方的情绪,半想后开口, 看样子,你还没有从刚才那怨气的影响当中恢复过来,如此的多愁善感。 或许吧,苏梦里脸上带着微笑,目光跟子若燕对上,只是有些话后怕罢了。 毕竟指掌百足联盟可没那么简单,一个不慎,就要沦落为千古罪人。 不,或许说连罪人的资格都没有,若是跟藏武的厮杀落败, 恐怕对方会将藏灵这边的痕迹尽数抹除掉吧。 曾经我总感觉这样可怕未来的梦魇,迎绕在心头。 谁曾想到能够遇到你们,更能见到萧香公这样其他的人物啊。 苏梦里述说到这个地方,轻轻摊开双手,朝着子若燕瞧去。 所以说啊,我的好姐姐,有萧香公在,真是令人心安啊。 让人都忍不住想要耍赖,一直待在这里了呢。 子若燕微微眯着双眼,瞳孔当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,嘴角轻蔑一撇。 难道说,你现在就不是赖在萧郎君的身边吗? 哎呀!苏梦里轻轻一拍手,歪着脑袋,笑盈盈地看着子若燕,胡耳一动一动, 好像是这样呢,子姐姐。 子若燕嘴角微微抽搐,瞧着面前已经笑得眯起双眼的狐狸, 不知道为什么,一股静没处事。 面对这样的柔软公式和笑脸,她有些不好对付。 好啊,你这个死狐狸的狐狸尾巴,总算是露出来了, 还说你,没有打萧哥哥的主意。 边上,落,爱的咆哮声已经是响彻起来。 刷!还不等子若燕反应过来,身边便是一阵风拂过, 一道黑影从旁边掠过,连带着,面前的苏梦里也不见了踪迹。 扭头一看,发现那是急上火的洛, 已经怒气冲冲,用脑袋撞了过来, 头顶的魔脚盯着苏梦里,冲到了远处。 这一幕,瞧着子若燕也是不住地摇头,哭笑不得起来。 仔细想想的话,面对苏梦里这样的家伙, 还是得落奶牛这个莽撞的家伙, 用他独有的风格去应付。 远远看着的子若燕的脸上露出醋侠的笑容, 瞧着苏梦里那有些绷不住的小脸,神情得意。 让你这个狐狸在那装模作样, 碰到这样不按章法出手的家伙,没辙了吧。 子若燕远远看戏的时候, 忽然发现边上递过来一个油纸包, 看不去发现正是龙丘白青举着手。 对此,子若燕也是欣然接受, 接过了油纸包跟着龙丘白青一样, 边吃边看,倒是别有一番趣味。 这边打得闹闹, 那红元新的表情已经彻底僵硬住了。 残念之人的大危机, 竟然就这般解决掉了。 开什么玩笑? 仅仅是杀意迸发, 蕴含着意志朝着前方扩散过去, 便是将这么棘手的情况搞定。 他不是在做梦吧? 自己镇守此地, 小心翼翼, 深怕发生当年的事情, 走漏了这残念之人, 白白地丢掉了自己性命。 先前阵法破解, 跑出这密密麻麻的残念之人, 他都有些无所适从,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结果, 解决的办法就这么简单吗? 就在红元新呆滞的时候, 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照亮着这边。 他的表情愣了一下, 扭头朝着旁边看去, 不仅是他正在打闹的洛, 也是被吓了一跳, 忽然发现身周浮现出一个个金色的身影。 苏梦里趁机摆脱了这个莽撞的家伙, 整理自己的衣裳, 同样错愕瞧着周围。 远处看系的紫若烟, 还有龙丘白青, 同样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 为何这个天地之间, 漫天浮现出了道道金光? 璀璨的金光弥漫在天地之间, 若是仔细观察的话, 便是能够发现, 有着一丝丝的光芒, 正从萧天的身上浮现出来。 在他的背后, 璀璨的金色莲花正在绽放。 而这莲花绽放之后, 又有着一朵朵的花瓣落下, 被分解成金光飘向四周。 金光的映照光芒之下, 一道道身影开始浮现出来, 赫然是先前那些残念之人。 蒸灵的面容不见, 凄惨的状况也没有, 滔天的怨气也不见踪迹。 每个身影都是面色祥和, 神色之间还带有着一丝丝的错愕。 我能够做的, 也就只有这些。 萧天的声音忽然是响彻在了这片天地。 那一幕幕身影都是纷纷看了过来。 我杀了你们身上的怨气, 让你们不再受罪, 也该好好离开了。 萧天的脸上带着微笑, 目视着这些身影。 他先前杀意扫荡的是那滔天的怨气, 而不是这些身影存在本身。 利用自己积攒的道德金光, 给这些身影塑造精深, 好让它们的存在得到解脱, 送入这天地规则的轮回之中。 这是他如今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旁边的系统旺财, 默默地扭头看向萧天, 就这么盯着, 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容。 主人, 真是善良啊。 边上的红元星, 已经被眼前这一幕彻底惊呆了。 面前这个男人,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? 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道德金光? 他到底是救助了多少人, 造福了多少人, 拯救了多少生灵, 才能够积攒这么大的功德? 这里残念之人, 何其之多, 数以万亿, 在这片虚空中都看不到头了。 瞧瞧这些金光塑造而成的身影, 放眼望去都看不到边缘。 他们身上绽放出来的金光, 将这片虚空都是照耀的犹如白昼。 数量庞大的道德金光, 在萧天这边就用这样的方式使用掉了, 白白送给别人了吗? 难道他就不知道留下来, 谋求什么好处? 那密密麻麻的金光身影, 听得了萧天的话, 见到他挥手, 却并没有离去。 最先前的一个人族金光老者, 身子似乎有些颤颤巍巍, 生前好像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。 不过, 他过去肯定经历过很多辉煌的事迹。 因为这老者断了腿, 身子却依旧是笔直, 浑身上下都是伤痕。 但这金光老者身影却是单腿跪下, 不言不语, 朝着萧天跪下行礼。 有了这个金光老者开头, 一个个身影都是纷纷朝着萧天的方向跪下, 面朝着他的方向行礼。 这一瞬间, 前方的金光身影就仿佛是浪潮一样, 席卷向了对面。 齐刷刷是矮了一截, 金色的身形都纷纷行礼。 情形这般远远看去, 那是何其的壮观。 就好似一层金色的海浪一样, 滚滚而去。 而那一个个金色的身影, 没有过去怨气缠绕的模样, 没有了血肉残缺, 骨肉分离的状态。 一个个的金光身躯都是完整, 数之不尽的种族, 不同的年纪, 进阶面色祥和, 带着笑容, 目光感激着萧天。 他们没有办法发出声音, 只能张着口念叨着, 用无声的感谢, 敬给面前这个男人。 瞬间, 这数之不尽的种族, 数之不尽的感激大怨, 突兀地汇聚而出。 闪烁着柔和光芒的, 金色大肠浮现, 汇聚在了萧天的身后。 就好像有着无数双手, 将这金色大肠, 亲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。 若是仔细看去, 便是能够看到, 那大肠之上, 有着诸多细细小小的纹路, 放大之后, 会看到那是, 各色不同的风景。 那不同的风景当中, 有着数之不尽各种的种族身影。 这万千风景, 数之不尽的各色种族身影, 都是以一种祈祷的姿态, 呈现在上面。 金色大肠, 披在萧天身后, 鼓动飞舞着。 几乎披在身上之后, 萧天便已经明白, 这是什么了。 那是众生之愿, 面前这些过去不知道多少年的诸族之人, 齐聚大愿, 祈祷自己今后, 一切安康顺利。 萧天的意识空间当中, 昔年的不少创伤, 不少的阴暗, 开始被金光浮过。 系统旺材, 构建而成的星空屏障, 在不断地向前推进着。 心灵负面的情绪, 正不断地被磨灭。 那星空屏障的墙后, 面幅献出一双双不同种族的手, 再朝着前面推进, 让萧天心中的光亮不断扩大, 阴暗愈加地衰减。 若是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萧天的感受, 那便是, 通透! 最先跪下的那位老者金光身影, 也是第一个站了起来, 带着笑容朝着萧天挥手告别, 身躯也是逐渐化作闪烁的金色荧光, 朝着远处飘去。 一个接着一个, 也都是纷纷站起身来, 挥手朝着萧天告别致意, 最后表达着自己的感激。 刹那间, 金色的荧光长河, 横贯这个恢复混沌气息的虚空当中, 朝着远处而去。 一路好走啊! 萧天身后的金色大肠, 飘舞着融入他体内。 而他也是面朝那金色长河, 挥舞着手告别。 这一幕, 震撼之极。 不远处的子若燕望向萧天目光中, 充满似水般的柔情, 背负双手。 不愧是萧郎骏, 到底是朕的男人, 果然不凡。 念叨到这, 子若燕也是一转视线, 目送着那长河远去。 那是当然, 咱们的萧哥哥, 哪里会差? 落, 爱不知道什么时候, 已经来到了子若燕身边, 搭着他的肩膀, 一同望着远处的金色长河, 真好看。 苏梦里这个时候, 也没有出声, 也不说话, 默默地来到龙秋白青的身边, 一同目送这金色长河远去。 相较于众人, 沉浸于这氛围当中, 红元星已经浑身颤抖着。 太可怕, 太恐怖了。 他太理解萧天此行此举, 到底代表着什么? 如此多圣灵的大愿, 加持到肖天的身上, 就不说实力暴增, 最起码给有点震天动地的反应才对。 结果, 却是没有半点的反应。 红元星思考, 自己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。 哪怕如此多的大愿加持, 在肖天的身上, 对他来说, 其实并不算什么。 接下来, 该谈谈了。 一道声音, 忽然是响起, 红元星还没反应过来, 一只手, 就已经抓住了他的脑袋。 肖天抓住红元星的脑袋, 将对方硬生生提了起来。 说吧,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浑身弥漫的死气, 到底是什么鬼? 暗地里, 到底有什么计划? 会不会对藏灵诸天万界, 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? 速速都坦白交代。 伴随着质问声, 浮现肖天目光锐利, 沙翼凛然, 瞬间笼罩在了面前之人身上。 红元星被肖天的沙翼笼罩其中, 浑身已经是被吓得瑟瑟发抖起来。 他的目光中, 无比惊恐。 大人, 不是我不说, 而是一旦述说之后, 我就会行神俱灭了。 红元星哭丧着脸, 朝着萧天解释其中缘由。 萧天眯着双眼, 你倒是叫驱起来了, 那些死去的无数人都还没叫驱, 你叫什么? 一点困难都不想着解决, 不想着去克服? 难道就不能讲快点, 在行神俱灭之前, 将情报说完吗? 被提着的红元星都呆滞了, 这说的是人话吗? 什么叫做在行神俱灭之前, 讲快点, 把情报都说出来? 这是正常人, 能够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吗? 红元星赋斐的时候, 却瞧见面前, 萧天目光愈加不善。 他一个机灵, 立马补充开口。 我不能说, 但我可以带路。 对, 超了。 会我们的故事。 感谢观看